最近有不少香港人都打算以BNO Visa計劃移民英國 但究竟應該選哪個英國城市落腳呢? 找屋先還是找工先呢? 起行前又應該準備多少生活費才夠啊? 其實講心態、幾多歲全部都是廢話 最重要是講錢 單身人事計 你真的和人租房都要五六百磅 在倫敦很便宜的 你一個月自己花的月五百磅 雜費我當你沒有娛樂 只是上網和坐巴士 或者坐Tubes 有五百磅 起碼一個月都要花1500磅 其實我建議大家最好 起碼有一年生活費 因為有low season 有high season 找工時間到 1500磅乘12個月 即是18000磅 起碼有20,000磅在袖海 因為多遇2,000元 如果你有30,000磅就更好 家庭乘2倍 因為譬如你住好一點 當你2000磅 一個月租一個apartment utility 即是水電煤 上網 火食差不多1500磅 這樣就3500磅 再加多1000磅零用錢 就4500磅 齊頭5000磅 一個月 你一年都6萬磅 即你沒有這個數 你連第一年的生活費都沒有 你真的過去其實都很危 可能不讓你入境 我經常說 有50,000磅到10萬磅以上的儲蓄 其實你就可以起行 英國的BNO Visa 你們要注意的是 一家人要一起申請 要一起去 不可以有太空人計劃 所以如果是一個家庭的組合 大家就要把香港的東西 放棄了 你捨不捨得 因為你找不到你現在的人工 還有你可能去到洗碗 做清潔工 就要由最junior的工 開始做起 因為據聞是很容易找的 因為外籍人士不太喜歡做厭惡性的工作 或者鱗艱的工作 都是的 因為你要了解 英國的最低工資 年紀越輕 最低工資是越少的 即是你年紀越大 最低工資是高一點的 很多僱主就請快些年輕人 學生哥 你年輕或是學生哥 就容易找工作 所以在英國很多人很有趣 讀書的時候是找到工作 畢業之後是找不到工作 當你年紀越大 你越難找工作 因為你的最低工資就越貴 從僱主的角度 我當然是請了年輕人 所以其實如果有很多朋友 你是40-50歲 你找工作做的機會是少一點的 很多客人都反映給我聽 移民是趁年輕人的 譬如20-30歲是最應該去的 為什麼呢? 最容易適應新的環境 你年紀大了 40-50歲對新的環境的適應力 可能會偏低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 40-50歲的人 就可能去做一些很簡單 不用用腦的工作 或者你不做事 因為你的career life 可能已經 英國做生意 是否這麼好做呢? 如果你捱得 我和一些英國的朋友都研究過 只是做take away 只是賣炒麵和熱湯 因為英國很冷 英國人吃東西很簡單 因為fish and chip都吃一輩子 所以你買一些很簡單的take away 其實可能都可以的 但是你會做得很辛苦做飲食 所以你說英國做生意 好不好做? 其實不難做的 但因為英國人工貴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 下手下腳做 但你會不會看到人做生意 是虧錢? 飲食是少的 只不過是賺多賺少的 但當每個人都做飲食的時候 競爭性又很大 所以你自己要自己想 我覺得第一 找城市 決定城市 先不要理會你喜不喜歡 如果你有些猶豫的 就不要找那裏 就去回倫敦 第二 學校如果你有小朋友 第三 租屋 在網上就可以租了 不過你沒有LOTR 沒有身份 很多人都不租給你 最好你就拿了BNO Visa 或者拿到LOTR 你才去租樓 否則真的你沒有身份 什麼都租不了 所以跟著才找Employment Agency settle down 慢慢再去找 住邊其實真的很見仁見智 有人喜歡住海邊 就選擇Brighton 有人喜歡繁華大城市 你當然是選擇London 或者是選擇Manchester 有人選擇鄉村小鎮 你就選擇Cambridge 或者真的Operate 這些文化氣息 藝術學術氣氛 濃厚一點的小鎮 但其實我會建議 如果你真是單身人士 始終我都是建議倫敦的 因為為什麼呢 生活多姿多彩 你一個人都已經悶了 你還去些鄉村 你會瘋的 如果你真的想找工作 我也覺得是倫敦的 因為始終所有的職業 都集中在倫敦 你的工種是真的多選擇 倫敦是貴 旺角夠貴 貴有貴賣 它永遠有它的價值 但如果我已經四十幾五十歲 帶來小朋友 那我就去Brighton Bristol 這些小的地方 或者Cambridge 這些地方 為什麼呢 生活成本低一點 沒那麼複雜 你都可能打算不做事 反而去到這些小城市 勞動力比較少 年輕人出去了倫敦 可能你還會找到一兩個工作 Manchester 都是一個新興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都不錯的 Birmingham 都很受香港人歡迎 很多人都覺得刑事罪行 在Birmingham是比較高一點 看報告是這樣的 但我經常都說 你選一個好一點的區住就好 等於我經常去到外國的人 問我香港是不是真的很多古惑禮 看到古惑洗錢 都以為香港經常都 但其實 你住下去也不是真的這樣 其實在外國住 是真的很選擇區分 尤其是大城市 貴一點 高尚一點 相對來說是比較好住一點 學校也好一點 你說倫敦 Song 1、Song 2很貴 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租過小房子 我覺得可以 上一次去倫敦的時候 Song 6其實都不錯 有很多新樓 奧林帕克的場地正在改建 所以它的發展潛力是無限的 也有很多購物店 也有些人說Song 5 Song 5、Song 6 其實我都是看什麼區分 我都覺得可以 因為你都是坐Tubes上班 而且這些地方的生活成本 那購物店的價格又可能會低一點 因為你知道 Song 1、Song 2 都拿到八萬磅 那些地方 可能還找到三四萬磅的房子 或者宅居 尤其是如果你喜歡住新房子 新的宅居 可能在5、6、7 你會找到更多 定了地點 第一件事 你要選擇學校 如果你有小朋友 因為排隊 選擇學校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要看看 你住在哪個Cashment Area 即是哪個校網 定了那個校網 就去選擇學校 你選不到學校 你就定不到 這個城市裡面哪個區 你住 或者這個Song裡面 哪個Cashment Area 你住 接著就申請學校 看看有沒有位 因為很多都沒有位 其實我建議大家 先讀一年私立 尤其是尷尬學生 即是4、4、5那些 你就讀了一年私立 有時錢是要花的 你都已經省了很多 投資移民的錢 那為什麼不給他好一點的教育呢 我一向都叫人不要買樓 為什麼呢 就是買樓最愚蠢 因為譬如這個Cashment Area 你以為這間學校好 到時你買了一層樓在這裏 原來你的兒子或者女兒 不喜歡讀這間 喜歡讀隔壁區那間 那你怎樣 買了一層樓的嗎 我的經驗告訴我 永遠都是看定些 住了一年半了 你都會買到便宜、正的好東西 因為你真是東南西北 你很清楚 很多人都被人找笨 帶你去看樓 黃昏的 然後買了一層樓 搬進去 打到窗後面墳場 外國人說不介意 我們中國人很介意 你知道那些墳場 可能在一個Church 有幾個墓碑 你就很窄 或者原來隔壁區 就是比較低階的街 可能帶你去看的時候 你不覺得 因為你走眼看花 永遠買樓都是走眼看花 我真的見過 因為香港人的居住環境 很普通 去到這裡很漂亮 這裡很漂亮 然後立刻下訂 你不要下訂 你還沒拿Visa 我帶客人去考察 很多時候他們很衝動 所以其實先租了 住了 小朋友就OK了 那就好一點了 住屋 如果你是幸運 可以在香港預先預訂 但如果你沒有LOGR 或者沒有身份 都挺難預訂 你可以跟業主說 我一次過給你一年租金 或者半年租金 看看他肯不肯 有些業主都OK的 很多時候 Airbnb的業主 特別friendly 因為他租開散戶 你肯一次過租他半年 他都不知道多開心 尤其是在疫情下 所以如果租不到正式 就試租Airbnb 這也是一個選擇力的 租房子的時候 你就要問清楚 我業主 因為租房子有一件事 大家要注意 很多時候我們有租屋公司 簽約是在租屋公司簽的 你們要付委員會 付一些供應 有些就不用付 那你要問清楚 那些水電煤 英國看電視要付錢 要拿TV license 你們記住 不要以為人騙你 還有一些地方 你可能要付 那些垃圾幣 所以你要問清楚 租屋什麼錢是包 什麼錢是不包 找工作 不要太急 一定不會有人請你 喂 你又未去 隔山買牛 他都找過當地的人 至少我看到 摸到 鬼佬都講眼緣 你說可以網上看 都差一點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他真的會見你 但他一定不會請你 因為他怎麼都會 請一個他見過的人 所以你們結束了 小朋友入校讀書 你時間多了 記住去找那些 Employment Agency 英國很有趣 很多Employment Agency 這間是專門請清潔工 這間是專門做文員生意 這間是專門做什麼 不同的Employment Agency 又有不同的專長 你去找對的人 就會很容易找到工作 而且他會幫你改你的CV 教你怎麼interview 談吐 會幫到你很多 或者甚至乎 有些人就說 不如回去讀一個Diploma 一年的盟憑 升級一下自己 其實這個是好的 為什麼呢 你有本地的職業訓練 或者職業培訓 一年之後你再出來找 可能你容易一些 你讀書的時間 又可以認識朋友 又可以改良你的英文 尤其是你讀那些 vocational training 職業訓練班 有時候你畢業 他會幫你找工作 其實如果大家不怕 那些個人衛生的問題 去做那些Lursing Assistant 好缺好缺好缺 很多時候都會找到工作 多些做義工 有時候做義工多 真的好心有好報 可能有些工作 來介紹給你去做 因為很多工作 其實都是騰騰騰騰騰 你介紹我 我介紹你 還有做義工 別人知道你的人品是怎樣 那就容易介紹一些工作給你 很多人都會說 需要不需要再買醫療保險 其實就不一定需要 因為其實你已經給了一個 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 其實那就是醫療的費用 其實那一給就給了五年 但是 因為你知道 全世界醫療體系都有很重的負擔 可能你想要吃好一點的藥 那你就可能需要在英國當地 買一些額外的醫療保險 但其實在這一刻 你們不需要那麼急著 等你落定了 先了解 去到一個新環境 水道不復 帶你自己經常吃的藥 當然是永遠穩陣 其實那邊有很多唐人街 我們香港買的藥 那邊都有 所以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會貴一點 那就自己帶定 省錢 開銀行戶口 如果你可以在香港 開定一個 那當然最好 不可以的話 你可能要去到盡快 開一個戶口 然後匯一些錢過去 或者你可以買定 把銀行戶口 帶定在身上 然後再進去戶口 衣服就要多帶點過去 因為我們經常說醫食住行 不知道為什麼外國的衣服 零食會貴一點 英美加澳樓 都比香港還不貴 香港買的衣服真的很便宜 但是那些冬天的雪褲 雪蝦 就留在那邊買 看看有沒有大減價 因為那些品質又好些 聖誕之後去 或者1、2月份 有大減價 那時候買 吃的東西 就不需要特別帶去 英國寶寶都有 但很多人說 鮑魚 乾魚柱 冬菇 適量可以讓你入境 太多它都禁止你 現在有人吃 我就覺得最好不要帶 免得被人翻箱 過境的時候 而且這些東西 你帶得多少 始終都會吃完 過境的時候 搞個大頭佛出來 就不太好 如果沒有車牌 最好我會建議 大家在香港學定 為什麼學定 你的生活會比較定 因為有時候 找一些華人的教車師傅 很渴視的 可能你要找一些外國 來教 語言上可能不知怎樣 有些協償 如果說你現在在香港 學車要拿到香港的車牌 其實有點不切實際 因為排期時間都很久 那你去都要重新考個筆試 不如在這裏學定 到時再補多幾個小時 那你就節省一些錢 車呢 如果你有香港有駕開車 最好拿出一張叫做 Low Claim Certificate 到時過去買車 汽車保養可能有機會便宜些 很多人都會避免冬天 冬天適應一個新的環境 真的挺難過的 我以前十幾歲去加拿大 就領教過了 很可憐 突然去到漫天風雪 如果你說 夏天四五月開始 那些天氣好些 你的人都開心些 如果開心些 去接受一個新的環境 又可能會好些 所以其實 我不知道是不是英國政府 有想過的 一月份開始給你申請 申請到二三月 撿得東西來四五月 他都有幫你考慮的 其實說到那麼笨 有沒有復位 也有些復位 例如是否真的 一月三十一會會開 雖然現在公佈了日子 到時可能有一個政治因素 英國全民反對 沒有了也不奇怪 因為一個民主國家 都要聽市民的聲音 第二 稅 因為很多人先用了LOTR入境 你已經成為英國居民 所以你的錢往後匯入去 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你要問清楚會計師 這也是一個大家要小心注意的 因為香港很多人有樓收租 第三 如果你真的英文不太好 對你的生活也挺困難的 你一定要努力學習英文 不是你的生活 就是你家裡的四面牆 也挺可憐的 或者天天在家上網看香港的電視節目 那你說五年之後 會不會入不了席 如果你天天都住 符合那個居住要求 我就看不到這個有什麼復位 問題就是 如果你錢又不是那麼多 在這五年裡 你又不可以拿社交利益 你又真的嫌這份工作不好 那份工作不去做 又沒有收入沒有錢 那你可能真的要回來了 那回來又是你的世界呢? 所以你真的是不是背城一戰 破釜沉舟要去做這件事呢? 你真的要自己想清楚 還有一個復位 就是BNO Visa你今次申請了 五年之後你真的住不滿 那些原因 有沒有續期呢? 那法例真的沒有說 現在的BNO就是 我看不到有延期的法例 所以究竟五年之後 如果你真的住不滿 有沒有延期呢? 如果它給你重新再申請 還好 如果沒有再申請 那你就廢了 那你就要回來 所以用了BNO的朋友 你就真的要乖乖地住夠六年 另外一件事 BNO沒有提及到 這個Visa有效期多久 可能今天1月31日開門 2022年就取消這個Visa 那我是否真的立刻一開門 就要申請了 免得它將來閉嘴 取消了這個移民項目呢?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